這個holiday部分就是你打一個範圍 就是你將來要把日期的清單列在這個旁邊 你就把這個範圍選起來就可以了 你必須有個日期的清單 你就把它選起來之後 它就會把那個清單裡面的日期通通避開 這個細節應該看之前我們那個sample裡面也有 這個地方的話是這個holiday 這個workday的部分的補充 等一下再來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這邊客戶如果假如我輸入怎麼樣 輸入那個客戶的編號 比如說003 那應該會把裡面的相關資料帶過來 比如說客戶資料裡面有哪一些呢 客戶名稱、電話、地址 那當然理論上一般我們在輸入的時候 通常不會給這個使用者自己在那邊key 應該是他輸入之後003 自動幫我怎麼樣把這個名稱、電話跟地址自己帶過來 那我要怎麼樣把資料帶過來 其實也是利用什麼呢? Vlook函數就可以了 那Vlook函數這部分的話呢 我們也是一樣在這裡找到那個最近使用過的Vlook函數 再來的話,lookup value就是這個 然後table array的部分的話就切過來 到這邊 那對照表部分的話 當然,因為這裡我們沒有一個 還沒有建立一個名稱 所以直接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再來的話呢,color index 因為我回傳回來的是要 名稱的話是在第幾欄呢? 第二欄嘛 這個名稱的部分 那我比對的方式呢 我要完全比對 所以輸入0 OK按個確定 那這個時候呢 我如果輸入003 那就會是這個名稱 那如果輸入002 比如說我編號是002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名稱 那聯絡電話也是一樣 所以呢 比較偷懶的方式就是 你可以把上面的公式怎麼樣呢? 把它複製一下 取消一下 然後直接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那只要把那個回傳回來的第幾欄 比如說本來是 名稱是第二欄嘛 把它改為3 然後這樣打勾 這樣子的話 電話就過來了 再來地址的話也是一樣 直接把剛剛的公式貼上去 再來把什麼呢? 把這個 回傳回來是第四欄 地址在第四欄 按打勾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帶過來 那有時候你現在查查詢 哪一個資料 它就自動把資料帶過來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剛剛的這個 這個workdays 可以在旁邊再做一個練習 這個部分是避開 這個假日 那還有holiday 你可以再建那個清單 那再來就是 輸入這個客戶編號之後 把名稱 電話 跟地址也帶過來 OK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有